好现在呢来揭发一下民进党的政治扬谋吧 那亮哥就说莱茵难道不敢对抗大法官吗 好就是呢立法院预计八月中旬就要来召开临时会 那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哦这个吴思瑶怎么说 临时会八月势必要开 不管呢包括NCC啊考试委员的这个人事案 必须要在法定时间内完成人事同意权的行使 希望临时会呢可以聚焦在人事同意权的行使上 如果好这里又来开始又说了 在野党呢硬要塞入高度政治性的议案 比方说呢提高罢免门槛的选罢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啊 好当然就会让临时会的议题给失交 好那我们看到呢蓝营党团的一个反击 洪梦凯说人事同意权的拖延都是执政党造成的 包括7月9号卓榮泰院长才确认NCC的人事提名 跟考试院的人事案 那民进党呢没有在第一会期的期间 要求协商以及审查 好如果要开临时会 几个民生相关法案 当然都应该要纳入讨论啊 愿意在不设前提下开放心修来谈 但是绝对不能够像民进党团一样 都还没有开会耶 开会前就来画地自现了 好那这个呢我们来看到啊 民众党团呢认为说 哎决政党呢就是想要这样子啦 好我来扣帽子 透过临时会赶鸭子上架 那企图把立法院变成立法局 这样的政治阳谋真的太明显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 那临时会开一天就好啊 大家干脆直接用鼓掌的方式来通过嘛 如果到时候提出来的人选 没有办法通过审查 好那民进党可能就会在对外宣称啊 是因为在野党不理性啊 让国家空转 就会扣上这样的帽子 但其实最该负责任的是谁 不就是执政党吗 好那我们看到了 那宪法法庭呢 将立法院通过的国会改革法案 裁定现在是暂时处分 好黄明他说 在野党应该要多多动脑 对于时事要进行刹盘推演 分工处理 不要什么都是用吸反射直接打下去 因为这样子呢 恐怕会落入这个陷阱 郑重赖兴德的下怀 好我们看到亮哥分析 亮哥讲到了 过去他举了这个例子 他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呢 罗斯福当总统要实行新政 需要扩权嘛 那当时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说 罗斯福新政违宪 好罗斯福呢 就站在老百姓这一边 直接来对抗最高法院 认为这时候 如果不扩大政府的职能 那很多的老百姓 可能都会失业 会饿死 最后呢 美国的最高法院让步了 新政继续来推动 从政的第一品质 他说啊 就是勇气 如果呢 你真的没有胆势的话 那恐怕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好那他就讲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担心 没有能力 在话语权上来对抗 15位大法官 他觉得这种忧虑 真的有点奇怪哦 像是呢 这一次来通过NCC组织法的 一个修正 这才是正办嘛 把省兆权给砍掉 就干净利落 如果不动到NCC的组织权限 如何正本清原的去修理NCC呢 那其他部会也可以比照办理啊 如果修宪法 这个诉讼法 删除了第43条 暂时处分的权限 大法官肯定跳起来 好我们首先呢 来请教一下历史哥 关于呢 这个立法院 八月份来召开临时会 那你看到呢 在野党就觉得说 要聚焦哦 聚焦NCC跟考试院的 这个人事同意权的一个行事 不要再偷渡啊 就是对了 他说不要再有一些高度争议的 一些政治案这样子 那但是呢 现在好蓝白两党都觉得 可是负责任的在拖的不就是执政党吗 那现在感觉好像一旦呢 不通过就要扣在野党帽子 是你们的不理性 让国家呢来空转 还有呢想问一下关于亮哥讲的 他认为说 蓝白两党难道不敢对抗大法官吗 您怎么看 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这会期就让这个大法官 这样子把整个成果偷走的话 那基本上呢 蓝白以后也不用混了 而且接下来的 这个剩下的任期 也就是说我们预示的未来三年半的 剩下的所有会期 基本上 我们的立法院 就只剩下一个橡皮图张的功能 所以我非常同意一件事 从政第一要务叫什么 就是勇气嘛 第二个叫什么 叫做果决啊 没有勇气跟果决 你做政治要干嘛 获悉你而已吧 所以过去八年 为什么大家对于 这个在野党的表现是不开心的 为什么是在野党力量是不够强大的 因为看到的是在立法院虽然人数少 但以前民进党人数少 为什么你不能监督 人家可以监督呢 固然你可以在举手投票的时候输掉 但至少你表达了你的立场 后来在经过这个 尤其在第二任期的后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野党是有开始加强 他们的火力 包括做了很多事情 尽管确实不好看 可是如果说要整个霍欣 你安排座位的话 那就今天很简单 今天清德州就统一天下了 还需要民主化干嘛 不用投票了 所以不要担心被贴标签 他贴标签是一定要贴的 所以对抗这个标签要怎么做 那就是你一定要在制度上面把它调整到 你可以作战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限制 民进党利用大法官来把 所有重大议案给没收的话 简单来讲 暂时处分 那六个所谓的理由书里面 只要把一律拿掉改成确认 那其实基本上六条已经写完了 所以大家视线都有什么难写的 我跟你讲 可能搞不好不会拖到10月 说不定就9月底就给你用出来了 因为这已经写好了 他还需要写什么 那他也不想尊重你 过去还有什么奇笔的大法官 还有什么不同意见书 这次什么都没有 大法官就是铁板一块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也就是民进党他现在 不仅是谋求他掌握的四个院 立法 司法 应该说行政 监察 司法 还有考试 他现在谋求掌握第五个院 就是立法 而且这是他唯一没有掌握的院 这次老百姓受不了的地方 所以今天如果不能硬起来 对应对大法官的部分 总是在那边恐恐恐恐恐 那也会当恐龙算了 恐龙的英文叫什么 Dinosaur Dinosaur 那你去呆呆的就好了 那你当立委干嘛 不要选了嘛 我知道有一些委员 担心说被罢名 还早嘛 今天没有办法 把民党权力怪兽 把清德中给限制他的权力 那很简单 基本上我们台湾 也不要这种民主自由国家 就直接 这个民主自由国家 直接干脆这样好了 通过鼓掌通过 以后全部改鼓掌通过 你只要赖清德说的通通大声鼓掌 然后直接立法通过说 赖清德说的极为法律 政及国家 政及法律 那结束了嘛 所以今天大家为什么 对于民进党的执政是受不了的 所以才会投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事实上赖清德只有四成 他是个双少数的总统 原因就在这里嘛 所以害怕他干嘛呢 他有什么好害怕的 难道看着他眼睛 要把国家带去毁灭吗 他在这个民党在三中全会上面 赖清德讲的是什么 把台独加速器都打开了啊 完全在只要建构台湾主体认同意识 完全没有要对于在野党任何妥协的 所以以其花时间在那抱怨啊 你可以看到在党领袖会抱怨啊 说啊这民党团没有来跟我协调了 这个不行那个不好 提出点方法嘛 该做什么做什么 例如说暂时处分 我觉得亮哥讲的非常好啊 第43条 把暂时处分全线给没收 有些国家根本没有暂时处分好不好 因为宪法不会造成立即性的危害嘛 所以听他们在鬼扯说 宪法会造成立即性的危害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 今天的整个宪政的困境 是打从李登辉修宪以来造成的 李登辉表面上号称民主先生 但事实上他是透过 所谓的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把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上 因为他当年一开始啊 他对于整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是不牢固的 因为当时蒋家谋求复辟吧 所以以这个蒋伟国为首的这些 救国民党势力 救蒋家势力 他们在 蒋壽美尼的遥控之下 他们打算要复辟 不服李登辉这临时总统 所以李登辉呢 这一方面呢 他就是以这个民主化的理由 来进行 来推展什么 就来解除 国民党内派系都要压力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让民主党壮大起来 可是在过程当中 他的修宪的方式是什么 他修宪方式是塑造一个总统皇帝制嘛 一个无敌大总统制嘛 原本我们的宪政设计是三个层次 是哪里呢 也就是说在国会有三种 第一个叫国民大会 他直接监督制人的是总统 第二阶层呢 是一般性的国会 分成上议院跟下议院 上议院其实是监察院 下议院其实是立法院 这个上下并没有不对等的 他只是一个传统上的用法 因为当年孙东山所参照 设计这五权宪法的时候 上议院参照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嘛 美国参议院呢 就是各州选两个总共100席 一次改选三分之一次一任六年 下一任呢就是所谓的众议院 参考众议院就是立法委员 直接选出来 所以以前的监察院是每个省 在透过他们的省议会去选出代表的 那结果呢 他修宪之后 这个监察院呢 监察权没有把它收回去 但是提名权呢 从地方的推派 变成由总统来任命 这自己就是把权力给自肥了嘛 那唯一可以监督总统的国民大会 把他给废掉了嘛 把他冻结了嘛 当然后来又把他整个修掉 所以呢自从国民大会没有了之后 总统就从来没有进行国刑报告 为什么 因为立法院所拥有的国民大会 监督总统权势是完全不完整的 怎么会有一个先生体制设计 总统在上面 五院在下面 请问立法院怎么去监督 这个总统 所以这个是当年现正留下的bug 一个无敌大总统制 出自我们号称民主先生 实则搞独裁的李登輝 利用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漏洞 结果民进党就把他做成超级大总统制 为什么 因为这套制度 如果要让他有监督制衡的状况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叫做国会少数 也就是朝野不平等 朝小野大的状况 比如说陈水扁的这个状况 第二种状况是什么呢 叫做自己总统本身有限度的执行权力 比较明显的就是马英九 那蔡英文就开始有点不演了 但蔡英文再怎么样 他还稍微演一下 所以虽然他掌握了五院 可是你感受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他至少会演 賴希腾是完全不演的 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 更要命的是 蔡英文留了一个很好的局给他 也就是掌握了五院当中四院 但是立法院变成朝小野大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冲撞 而这个冲撞就是形成今天 其实将近是宪政危机的状况 所以在面对这种时局的时候 要拿出勇气啊 你明知道制度有问题 你干嘛遵守这个制度呢 明知道这个法律是恶法 你为什么还要去遵守这法律呢 你一点点对抗的能力都没有吗 这才是这整个事件的背后 大家来理解这个问题 一个制度的失衡 是源自于李登卫士气修宪开始 那今天我们是在插烂屁股 插烂摊子 但是你要拿出勇气 拿出论述 拿出内涵嘛 这东西有很难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我一个不是学台湾史专长的人 但是我们只是稍微把过去的政治史 做一点点整理 这也不久啊 李登卫到现在有很久吗 也是有三十几年的事情而已 1988年他在上位 那他修宪都知道199几年的事情了 有这么困难 我觉得没有困难 所以在对在业党来讲 不仅要拿出勇气 拿出果决 还要拿出什么 还要拿出积极性 告诉大家现在的法律问题在哪里 现在的整个制度问题在哪里 而不是每天在那边算计 我今天票有多少 我今天有多少人要关注 我今天这个什么 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可不可以继续掌握权力下去 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很简单 立法院不用选了 立法院直接降格立法局就好 立法委员直接把委拿掉 改成立法委员就好 否则盖章啊 否则举手就好了 所以今天其实几个点啊 最后做法啊 第一个 针对司法院 如果他们那么恶霸的话 直接把大法官的预算归零 基层一样照发 其他预算都不动 就你大法官视线 这个大法官的部分就给你归零 看你怎么运作下去吧 第二个呢 如果他们还要什么NCC人士权 监裁人士权 通通先给他归零 预算的归零叫喊暂停键 然后把他留一块钱 就是一次抗议 第二个来推进相关 就是对于这种 利用滥用 整个当年修宪遗留的 还有包括基于这个宪法所遗留的 各种法律的漏洞进行补证 修宪很难 但是相关的法律的执行 来修改并不难 这你就继续来推进 那他一定会继续给你搞 所谓的违宪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它给冻结起来 所以这个都能做 但是现在就要开始计划了 要非常清楚 赶快进行沙盘推演 而且蓝白两党要放下旗舰 真心合作 因为只要蓝白不团结 基本上被民进党各个击破 只是刚好而已 就会从无用的51席 变成没用的54席加没用的8席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请问老百姓投票给你们干嘛 那未来你们更难选 表面上看起来 现在民调啊什么时候的参考 还早嘛 下一次选举还早 你没有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你没有好的工具 你要怎么争斗下去呢 好谢谢这个历史哥 他刚刚讲的 从政最主要就是要有果决跟勇气 那大家一定要成为有用的51席加8席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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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